今天也是晚上十点多才回到北京 完了跟导演见面 去传三天导演 我就见导演的第一句话 我一问导演 我说这个戏有很多打戏 我说在这本剧本里面 我说这个我害怕辜负您 因为我打戏打得很烂 当然我在拍打戏的过程里面 我还没有很好的建立心心 那一表演这个东西是 你要有感而发吗 我觉得我做不到 因为这是个很大投资的电影 请了很多好的演员 导演也很棒 我害怕我的进入 再让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 我也很希望在这个角色里面 能够让我感受到 我又很有信心去把这个角色拍完 我说我可能就不上 那导演就几分钟就把我说服了 最主要是他说了一句话 说我觉得我还是能读懂你的 因为有些时候像我这种人 就是你说一千句话 对我都没有用 有一句话打动你了 只有这一句话 你要说到这点上 那好吧 我跟你走吧 就是那个意思 导演就说好吧 当然我在拍戏的过程里面 还问过导演 我说导演 你对我这个角色爱吗 你觉得我这个角色就是你吗 我再设一个圈套给他 他说对啊 那当然这是给演员一个很好的 一个演员跟导演的交流 也让我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一直是跟随导演的感受 并且我也尽量把我想到的东西 都给导演聊 那到最后出来的 我去配音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 王二生这个角色 是我没有想到的 那么犹豫 那么让我觉得不可捉摸 远比我之前提前要设定好了 再去扮演的这个角色 有了更多的丰富 你为什么要看着我笑 你跟导演也在茶餐厅见的吗 哎呀 谁的好没刚刚 我们两个在恐一几 我们在餐厅 不在茶餐厅 打字稍微高点 那是对 在我记得第一次是在恐一几 就是好多人 一桌人 对对对 一桌人 然后有投资方 各位 编剧 然后也是我们就是 因为恐一几是比较南方的 就是江南那个 然后我们喝黄酒 对 然后喝黄酒 然后就聊 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 导演就是 就像刚才说的 就表达了一个对爱的看法和态度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我非常能够可以沟通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你爱是要占有还是给予 对 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然后也说到就是说就是你怎么去演这个 就是不要那种 就是说我说导演 我不要这样演可不可以 然后导演说就不要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就是不要这样 那我就觉得OK 好 导演能够沟通 所以把你们都给说服了 我们另外一个演员到了是吗 来 赵薇 太压抑了 太压抑了 对 就是他去 他喜欢别人 然后你还对他特别好 对 我还没打他 别揍他 你没骂他 对 这跟你本身性格是不一样的 对吧 对 但是我我可能因为我这没碰着像出去你这样的就是腰卫出现我们家 我很酷的站在那边 那镜头我不能动 而且表情还是要很酷的 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刀光 哇 在我眼前 我说哎呦 我也不能笑也不能就是喊出来 哇 我的心里在说 哇 如果 我放在他手里 我的心里都是没有面子 一时英明就没了 我要退出江湖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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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的迟到不仅仅是在我们电影里面的连夜饭 我必须要再感谢这个剧组的人员 介绍一下导演是专门从香港过来 然后明天再飞回香港 为了今天晚上这个节目 我也是专门从香港过来 你也是 谢谢 然后我说一下 孙丽今天本来要有广告的拍摄 也给推迟了一点 谢谢孙丽 然后 陈坤是专门从泰国飞回来的 周迅 在做另外一部电影的配音也赶到这了 赵薇 刚刚从另外一部戏的宣传的地方 结束一天的宣传赶到这 所以我们都谢谢他们 他们刚刚都讲了很多 每个人都在跟导演师 分别在茶餐厅和餐厅里面见的面 要演这个戏 你在哪见面的 在机场的 机场的餐厅 更省 更省 是碰到的还是约在那 还是怎么着 我们没有机会碰太忙了 我就是刚刚回到北京 他刚刚要离开北京 我们就利用彼此飞机的这个 插的时间 在机场的餐厅里面 我还边吃着面 然后边跟导演聊了一下这个戏 他怎么把你说服了 说那我演这个戏吧 导演有魅力呗 在跟他见面之前 想好了 应该不会去演这个戏 但跟导演见个面吧 结果一顿面条一吃完 就差不多了 我想把他们分开来说 先说三个女演员 在这部戏里面 我觉得造型 当然我觉得都让眼前一亮 惊艳的感觉 每个人表现 让我们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不管新画皮故事情节是什么样 对于周迅来说 这部电影都有着另外一层意义 周迅在1991年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古木荒斋演的也是一个狐狸精 是个小角色 17年过去了 周迅已经成为国际影星 他又重新演绎了狐狸精 不过这次却是绝对的主角之一 这不是白发魔女 这是赵薇在画皮中的新角色 从小燕子到姚孟岚 从绿茶中的斯文 到少林足球中的癫狂 赵薇一路突破 一路前行 这一次赵薇又成功塑造了一个 真正称得上魔鬼身材 天使内心的贤妻良母 无论是幸福像花儿一样 还是霍元甲 孙妮给人的印象 都是清新 甜美和灵动 然而画皮中的孙妮 几乎成了假小子的代诚 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他要像个表现 跟你当初想的一样吗 都不一样 没有想过他们变成怎样样子 其实最好玩也是怎样子 我希望他们变 没想过他们变得怎样厉害 因为我基本上把他们 本来应该要演的角色都调过来 就是有幸的把他都乱搞一下 你的意思赵薇其实不应该演这个角色 但你让他演这个角色 他从来没有演过这个角色 太压抑了 太压抑了 对 就是他喜欢别人 然后你还对他特别好 对我还没打他 还没揍他 也没骂他 这跟你本身性格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也不是 要是我 我可能 因为我这没碰到像周迅这样的 就是妖怪出现我们家 对 情况比较复杂 也比较严重 那样 对 就是他得把他的个性要压抑很多 对 所以在整个 可是就因为怎样子 我觉得滑雪作用就出来了 也对 因为周迅性格里面 其实有很多假小子男孩的那个成分 他要把那个东西压抑掉 那孙力呢 孙力其实 他其实没有这样的男孩子 对 对 然后就让他比较放松的去演这个角色 所以 我对我来说 我蛮开心的现场 因为每天我看见他们 就表现的时候 我觉得 每天都透笑回去 你透笑回去 对 现场的不怎么样 我都看着 其实我每天回去都透笑 还好了 今天又一天 导演就是这样子